考虑10秒钟 是否愿意让雷尸照明 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 10秒钟 雷尸替换舞吧 稍等 稍等 别急 别急 大姐 那么急干什么 我们是有音乐的啊 来 我们有请段东 黯然离场 有请长彤 荣耀登场 余蕾 他写他的价钱啊 我作为一个老大哥啊 真的给你点建议了 这个选择有点混乱 我都替你捏把汗 这跟你的初衷完全拧巴违背了啊 我现在也懵了 余蕾 不要紧张 余蕾 看着我 这就是你想要的什么 又要被打脸啊 你进了大城市 你要面对很多的选择 很多的机会 这个时候 一定要想清楚 自己内心的真正诉求 你的左手 是代表着 你想要的一个职位 打工资 正规化金融公司 合理的职位 右手是影响更多的人 在更多的诱惑面前 维持你的初心 好不好 其实你内心特想帮助别人 甚至这种梦想 高估于自己实现 自己梦想的欲望 但是刚才 李慧卜说的好 有的时候 你走岔了路里以后 你会发现 有的事情跟你想象的 不是那么一回事 有的时候 我认为自己强大 再去帮助别人 可能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更科学一点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建议 冷静一点 在他们俩当中 做出最后的选择 在他们俩当中做出最后的选择 是没有 雷是赵明 凤凤凤凰古城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雷是赵明 对吧 凤凤凤那个纯属工艺 如果我去了 我拿这个工资 我感觉我既是做工艺 然后还要拿那么多 那么高的工资 我感觉心里有点过一步去 所以我最终决定 还是选了雷是赵明 第一可以做工艺 第二我可以保证 我自己的生活问题